大聖的發心 大聖屈辱之門 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這些都是同意的 那有些人會說 那不是有一個聖意菩提心 對 有聖意菩提心 可是我們一般講說什麼 聖意菩提心不是菩提心 它是什麼 它是獲得菩提心的主要的因素 所以取名為叫聖意的菩提心 可是什麼呢 它本身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大聖屈辱之門 大聖的發心 等等的話 我們這些都是所謂的同意了 現在 在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在有這個因緣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努力 與發起大聖的菩提心 是什麼呢 大聖的菩提心 不是在這個很重要 在這邊的中大師這一段解釋什麼 是以前 有很多同學問過我說什麼 我們還沒有資格 去修菩提心 為什麼 因為我心緒當中 那個出離心都還沒生起啊 或者乃至我說什麼 下次到我再心緒都沒生起的時候 所以我不應該 或者你沒有資格去思維 這個來講的話 就是一種大錯特錯的一種思維的 或者是一種自己的這種去學習的方式 是什麼是 的確我生起的次第是 一直從前前開始生起 從貢下師到貢中師到 在心緒當中再把這個 上次到生起的時候呢 可是我在努力的時候呢 我在努力的時候呢 當然不是說 我一定要說前面都已經通達 已經圓滿 我才可以去學後面的 這什麼呢 我在努力於心緒在生起前者的時候呢 我應該什麼我就要在竄習後面的 我在竄習後面的時候呢 我也更努力於前面的 這個是整個 整個道路在配合的 是不是 大家來我們 這邊慢慢上課 大家常常有人說什麼 應該是什麼 我們越學前面 不管是前面也好 後面也好 後面的中間也輔助於前面者 前面的去修持的 也是什麼好像已經慢慢在鋪路到 後面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我們所謂的學法的目的什麼 他不是這邊一塊 那邊一塊 這邊一塊 那邊一塊 他本來就是怎麼去 行持一個道路 那就獲得 就精安樂的果位的時候呢 中間只是什麼 他用不同的地方來幫助 如果以前有這樣說 好像幾個東西是完全沒有相干的話呢 那才是錯誤的 不正確的 是什麼 是每一個地方 都是在於幫助於 成佛 或者我們在內心當中 生起正量的方法嘛 而不應該說什麼 兩個是格格不入 反而是 這後面學的 對好像已經在 正成我前面所學的 我前面所學的 跟我前面所要生起來的這個認知 就已經在鋪路 在為後面來講的一樣嘛 好 好 谢谢大家